主要的代表在此 所以幫你道歉 跟各位報告一下 首先今天我們本公司承認這個 進行卡掉拆除的錯誤 那今天我們是因為用拆除機 進行卡掉的拆除 其中那現在目前出判 是由於我今天拆除機的 所以當時的斷列 那詳細的原因 我們現在在內地發生 那我使用的這個機具 當時的規劃等等 也都是有進行過這個檢查 所以詳細的原因 我們現在在調查 謝謝 所以這次民眾的傷亡事件 後續我們會做到最誠意的撫慰 那對於這個他們的醫療 以及後續的這些這個 非常都會盡全 用最誠意的態度去做 我們全部都有去跟家屬任務 據我們現場的回報是 目前所有的傷患 受傷的民眾 應該只剩一位還沒有出院 那其餘的都已經這個出院 那我們後續還會再去慰問去追蹤 第二件事情 我們公司會盡全力配合 台中市政府以及捷運 對於這個捷運的安全行使的恢復 我們公司盡全力配合政府 完全依照政府的指示 讓捷運的安全行使盡快配合 保障民眾的確定 初步判定是你所謂的這個 吊掛的剛所斷列 但是抱歉 因為目前都在了解以及調查當中 所以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要等調查之後才能再跟各位做說 公司會全力配合 這個檢調單位以及相關政府機關 全力配合這些調查的問題 相關的責任歸屬 公司會全權負責 絕不推我 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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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商者到店的時候 生命真相都非常穩定 有一位是插座商 兩個膝蓋的插座商 有兩位是在頭部有一些失戀傷 我們都已經分別處理完畢 那這位小弟弟呢 是傷勢最輕的 是稍微擦傷 目前都已經處理完畢 是在回覆共產 謝謝大家 謝謝 那他們在今天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負責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公安就是他們的責任 那如果是做不好 就應該要付出代價 那我剛才跟受傷的這個乘客講 我們一定會決定的要求 他們要務其將相關的責任 那另外法律責任也難逃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